阿慕阿彌陀佛 第四章 認識佛教 人 能生存在這個世界 著實不易 生活壓力 無處不在 災難打擊 不其而至 自身的墮落 令人厭煩 然而 似乎又不得不隨波逐流 難道就這樣 一直到老 能否擺脫苦惱 如何找到光明 這些疑問 促使我們去揭示命運 七離痛苦 超越自我 當我們在這個絕染的世界 司徒沉迷一方 潔淨的精神家園時 我們最終 會走近佛教 一 佛陀應世 很久很久以前 加涉法 在我們這個世界 教化眾生 有一位生生世世 一直在追求真理的 護命菩薩 她悲天敏仁 刻苦精盡 經過漫長時劫的修行 功德即將圓滿 護命菩薩 觀察世間生老病死 諸虎逼婆 眾生就種種種惡業 受種種惡過 無法解脫 就發大誓願 下生人間 向眾生示現 成佛之道 菩薩徒生到 家彼駱惟閣 主名 喬特摩 悉特多 父親是靜凡王 母親是 摩爺皇后 悉特多太子生長在皇宮 享陣人間快樂 長大後的太子觀察眾生的生老病死 感嘆世間苦痛 喜慈悲之心 經常於樹下傑楚明師 試圖解開生死的玄妙 為了尋求解除苦怒的方法 太子在十九歲時 俏然離開皇宮 七家求道 太子首先參訪當時最傑七的精神導師們 並掌握了他們的教義和修法 但他發現這些教義 無法引導他達到究竟解脫 最後 他決意憑借耐力 自求解脫 悉特多太子來到騎野城外的泥煉殘河邊 獨自在座下傑坐 示現極苦之行 日食一麻一脈 六年之後 銷售不堪的太子 放棄苦恨 在泥煉殘河裏面洗去積舊 接受木裏公養的乳薇 恢復了氣力 來到一棵枝熱茂盛的菩提樹下 面向東方 結吉藏草為座 發大誓願 不正菩提 不起此座 太子在菩提座上 七日禪定 願正神空 項復摩怨 放大光明 目睹明星 闊然大悟 切正無常 正等正覺 成為自覺 各他 各行圓滿的佛陀 從此以後 太子就以釋迦牟尼佛 誓尊 如來 天仁師等十種尊號 蒙明於世 誓尊觀察十方世界 為現蓋探 其災其在 一切眾生 皆具如來 知為得上 為以妄想執著 不能靜德 意思是 世間一切生命 本體都無比其妙 都具有法的知為與功德 只是因為眾生抱持自己的虛妄想像 以為真實 所以不能親生靜德 世尊的開示 道破了宇宙的玄妙 也道陣了宇宙的玄妙 這是十方如來的心碎 是一切法法的完全 一切經論 一切法門 莫不以此為根本 莫不由此推然而成 世尊共說法四十九年 難以計數的眾生 因聽聞了他的教法 而從苦惱中解脫出來 獲得永久的快樂 世尊在八十歲時 觀察世間道源已震 教化之時已不 就寫起肉身 在居屍那城外的桑樹林 示現涅盆 回到原來不生不滅 永恆 快樂 寂靜的境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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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